当地时间6月16号下午25时分许 朝鲜开城工业园突然传出一声巨响 接着冒出滚滚浓烟 朝韩双方军政时 位于园内的朝韩共同联络办公室大楼被炸毁 近期因不满脱北者团体从韩国向朝鲜方向散布反朝传单 朝方多次发声表达强力不满并不断采取行动 在朝韩共同联络办公室大楼被炸毁的当天上午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更是发表新闻公报 称朝军已做好充分的备战状态 为党和政府采取的任何对外措施 提供可靠的军事保障 所谓全面战备 它并不是一个宣战的行动 事实上它是一个政治举动 也就是说 它释放的一个信号 就是要把对南的工作变成一个对敌的工作 也就是说 过去对南方的工作 中国性质变了 现在开始是军方来采取行动 就是表明了 现在对南方的关系是个敌对的关系 既然是敌对的关系 就只能由军方来负责处理 而这个全面战备 正是军方处理对南关系的第一步 面对朝方的表态 韩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缓和的举动 如对散发反朝传单脱背者团体提起法律申诉 但在朝鲜已经宣布敌对关系 并且宣布全军进入备战状态的情况下 韩国能做的缓和关系的措施 似乎是有限的 下半年的局势呢 现在看来呢 最主要的因素是在于韩国 韩国它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我想呢 文在寅政府呢 他不希望这个 从18年平昌冬会以来 这个半岛局是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结果 是吧 这种和平的状态也来之不易 他不想这个重回过去那种对抗的状态 所以这样的话呢 可能韩国呢 会尽量的这个安慰 采取一些这个比较释放 这个什么和解信息的一些信号吧 如果呢 韩国呢 一些示好行为 得到了朝鲜的这样的一些理解 那可能暂时的呢 还会相对稳定 但是最主要是美国 美国方面呢 可能应该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或者说跟朝鲜进行一些接触啊 来继续谈这个武汉化谈判问题 这个僵局在今年下半年还会持续下去 紧张局势呢 会由于朝鲜的压力措施而不断的升高 但是升高的一定程度 我想呢 有关各方都不会再往前走 因为再往前走 爆发战争 三方都是输家 所以总的讲 半岛局势远还没有到失控的程度 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 最重要的是从对自己安全负责出发 都不会让这个局势失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